头戴鸭舌帽的嫌犯往前狂奔 多位民众在后方追赶 这期抢夺案件发生在南港惊爆二路上 50岁的正姓嫌犯与越南籍被害人 在网路上相约兑换人民币 在被害人从银行提领现金15万元 并交给嫌犯点收时 嫌犯竟然用辣椒水喷洒被害人后趁机逃逸 如果民众见状立即报警并协助追捕 最后成功在三重路一处停车场前 将正姓嫌犯来下 由赶到现场的南港派出所远警 以抢夺罪现刑犯将正姓嫌犯逮捕 同时在路旁找到嫌犯丢弃的15万元 本案犯女在网路上认识可提供 换汇人民币服务之正男 双方约定以新台币15万元 在经贸二路106项内换汇交易 犯女将前接款项交与正男检收后 正嫌禁掏出玉藏汁辣椒水 朝犯女脸部喷洒并转身逃逸 犯女随即上前追赶 路过民众见状立即报警 并协助追捕正嫌 最终在三重路玉藏银行前人行道 成功将正嫌围捕 南港派出所远警同时抵达现场 将遭建议勇为民众拦下之政嫌 逮捕 并在路旁找回遭丢弃之15万元现金 嫌犯身上除了犯案用的防狼喷雾 还有一把折叠刀 怀疑是预谋犯案 警方调查真嫌犯有窃盗 恐吓取材及毒品等多项前科 在网络上声称可敌空换汇人民币的服务 结果却是一场骗局 警方除了将嫌犯依抢夺罪移众法办 由于案情可能涉及地下汇队等不法交易 将进一步扩大侦办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